虽说胡琳娜一直在强调她和唐妍是朋友,可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肢体动作出卖了她,这几个细节证明她的亲密主马炎只是个小丑,起初胡琳娜刚刚来到婚店的营地,见到陶三后那种兴奋心情犹如脱缰的野马,恨不得往陶三的身上扑,只可惜被协约一把拉住手臂才停止下一步动作。 而当唐三卖惨说没有人帮助她立杀魂兽,胡琳娜立马脱口而出,你还有我呀,以胡琳娜平时的个性想必是高龙女神伴,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,可一遇到唐三不仅话多了起来,还关心起唐三的安全,然后就是唐三语言短暂交手后,胡琳娜邀请她到影币里面休息好,聊聊杀神灵的心得。 而这时能与担恋对象近距离接触,胡琳娜心里早已经心坏了,而且作为女孩子,胡琳娜太主动了,害羞的不行,蓝脸通红,只能说言也太惨了,天天与胡琳娜待在一起,不仅没有进水楼台先得月,还被胡琳娜当中训斥,那还有武魂殿黄金一代该有的面子,她永远只是个小丑而已。 小伙伴们,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影片的留言。